北京时间1月10日消息 德约科维奇成功胜诉 获得参加澳网的机会 然而德约科维奇的父亲表示 儿子在签证案胜诉后 于墨尔本再次被捕 依然可能被驱逐出境 很快在墨尔本 不少德约科维奇的支持者忍无可忍 集体上街支持德约科维奇 警察用胡椒喷雾驱逐聚集的人群 现场一片混乱 德约科维奇赢得胜诉 但并未确定参加澳网 德约科维奇父亲表示 儿子虽然胜诉 但是又被捕了 不过之后有记者消息称 德约科维奇被捕的消息并不属实 德约科维奇家人则是火上浇油 德约弟弟德乔德怒骂 澳大利亚当局输不起 目前来看 支持德约科维奇的声音越来越多 但是澳大利亚仍在考虑取消德约的签证 很快澳大利亚移民部长也陷入两难 报道称他不会立即决定 是否取消德约科维奇的签证 在德约科维奇胜诉 依然没有获得自由声后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爆发了混乱 德约科维奇的支持者愤怒聚集在一起 一辆律师的汽车离开的时候 球迷们蜂拥而上 警察努力才让汽车继续前进 据悉 现场球迷们高呼德约科维奇的名字 并且还投掷瓶子 现场来看还有人爬上车子了 为此 球迷们与警察发生冲突 警察使用了胡椒喷雾 驱逐有些情绪失控的球迷 事实上 德约科维奇围着的这辆车里 并未有德约科维奇本人 整个现场非常混乱